大家可以看是列了一件 对不起还停留在模型 所以还是模型阶段 我们的潜水艇当然要国见国照 但是我不能老是记不记得那时候 马前总统在高雄在检阅海军的时候 我们就一个看板上面一个潜水艇 从马前总统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厂商也许可以等 厂商也许可以拖 厂商也可以用我的财物 甚至于这个事情说 我要破产了 破产是怎么样 债权就是债务保护 不是债权 所有的债权人就停止追讨债务 因为我要等我公司慢慢重整 慢慢起来 可是问题是国家安全 国防是不能等的 我觉得其实应该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亡羊补牢 以后我们这个列列件怎么样 那以后何去何从 国家的债权 这银行债权能不能确保 国防部拨出的钱 有没有办法拿了回来 以及我们有没有列了一件可用 这是未来的亡羊补牢 但是现在包括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也成立调约小组 国防委员会也成立调约小组 他们我们在追的就是说 过去出现了这么大的弊案 我们要怎么检讨这个案子 将来才能够把这个制度修整好 其实庆富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评委的这个可以看到 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去年大概 其实应该是2014 2015年的时候 这个简先生简良健先生 我不知道简良健先生 有没有办法找到列列列件 好像他跟庆富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成为那个专案的执行长 执行长是不是因为他把这个列列列件的 所有的评委都搞定了 真的我们不得而知 有赖检调单位去好好查 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 当初为什么 其实国防部包括海军 昨天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 就说哎呀我们不知道庆富在中国有投资 我们不知道庆富他当初拿下这个标案 跟学界有什么样关系 甚至于我们这个都完全都推给 那个评审小组 说这是评审小组 评审出来最有力标的嘛 那最有力标那自然他们得标 而且是同登同分 同登同分是只要用抽签的 对 然后那庆富都抽到了嘛 可是我觉得其实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防部既然花了两百多亿 要去造这么这几艘列列列件这么重要 他就应该全程监控 包括这个厂商的财务 包括厂商过去 有没有跟中国有这个关系 若的现在变成不仅列列列件没有了 然后甚至于可能 庆富会变成一个什么 不仅没有财务能力 因为他要宣布破坏 可能有没有照见能力 虽然有最有力标 评审通过 但是眼前看起来好像是没有 所以奇怪是国防部还说 不知道他们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对啊 而且他们变成什么 他变成没有这个保密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他跟中国关系那么密切 还是在东山岛 在东山那边可以有这个油 水上乐园 做一个水上乐园 请问你是何德何能 是不是跟直通中南海 还是觉得你说 人家觉得你说你有这个利用价值 所以你如果你有利用价值 你又可以取得原厂的授权 又可以取得海军的机密 人家给你一个水上乐园算什么 给你十个都没问题 只要你把机密给泄露 那最后他有没有跟中国say no的能力 我看起来也没有 现在已经脖子被人家掐住 等你钱投资到东山岛了 到时候你要不要给 不给机密的话 过去常常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军方的人 不是泄露机密 就是用色诱 用财诱 用怎么样的方式 现在你庆负在中国投资 你是脖子被人家掐住了 将来就是对你予取予求 因此我觉得其实未来 列了一件 这个案子长痛不如胆痛 该close就close 干脆让他破产 他既然要吓你要宣布破产 你就可以讲说 那如果这样 我们就马上解约 解除合约 或是终止合约 或是解除合约 都可以 然后该求偿要求偿 还不能够让这个案子 继续溃烂下去 让这个案子继续 这样子拖延下去 我觉得其实是不行的 我觉得他有一个要厘清的是 但是他就是这家承包列雷剑的公司 他从一开始绝标过程 就有非常多令人起疑斗的地方 那后来他的这个连带的贷款 能够轻易得到 那银行态度非常草率 现在看出来是如此 过程当中国防部跟 列雷剑的纯照的这些 这个这家庆福公司之间的执行 监造监督 似乎也都出了问题 那不管是财务的管控等等 那可是这个跟所谓国建国造 从此就被打入这个深渊 是没有等号的 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国建国造 就一定死 而是你弄错了这个当时马英九政府时代 跟这个庆富所做的这个签约绝标 这件事情是有源头问题吗 那还有人莫名其妙的 把它栽到蔡英文的身上 这跟蔡英文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国建国造 一点关系都没有 蔡英文总统 他们上任之后的国建国造 是现在应该是台船 要曾建的潜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一些这个立法委员他在质询的时候 他们因为是帮这个庆富里面的金钱纠纷 在质询嘛 就我知道是这样子 那结果呢就去打单点 然后就蓝的绿的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是你马英九任内的签约签的这个约 然后这个第一银行 那个也是一个关股银行 这个第一银行在贷200多亿 第一时间贷出来这个这个款项的时候 理由就是这是国防部签约 国防部好值钱呢 那连一个那个信用贷款的一个征信程序 都没有做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交代 甚至于一银跟国防部就只看合约 一银说我看国防部契约 我就可以贷款给他 国防部说我们也没有跟一银也没有来问过我们 那就奇怪啦 一银跟国防部表面上公开没有人接触 那私下有没有人接触咧 昨天黄国昌在执行的时候 就提到了一个人叫李树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好好来这个挖掘的 那这个案子不可思议啊 国防部是一个部 可是承办这个标案的人 你总要告诉我说 那五个这个都是机械工程的这个评审委员 他们凑巧这五个人都不在 对不对 刚才王委员说的 怎么那么巧 五个人都不在 就让他们的评审委员就变成八个 跟八个就四比四 最后果然就变成两个人抽签 也很奇怪 一抽怎么抽到的是庆富 而不是台船呢 那是台船倒霉呢 还是那个签 那个抽签的那个纸 有的是冰过的 有个是没有冰过的呢 这有没有作假 这莫名其妙 光是那个场景 光是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说不清楚 国防部昨天被逼急了 因为已经被逼了一个多礼拜的 答复居然是说 这几个人因为跟厂商过去 有密切来往 为了要回避利益 那我更是惊吓无比了 那他过去跟厂商有来往 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那你怎么会把他列入 13个评审美元的 五个当中的名额呢 你们第一时间就犯罚啊 对不对 你这个 然后他们说 他们应该找五十几个人去选啊 那说这个专业人士不够多 才三十几个 选出了就13个 那你昨天说了 这五个人有利益回避 那就先 我觉得抽丝剥茧啊 现在透过这个立法委员的咨询 资讯很乱你知道吗 大家搞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这就是一个弊案 国防部里面一定有人 要被抓掉 抓走 然后中间的这个银行贷款 一定有人要坐牢 然后这家公司 一定有人也要这个犯法 这个要涉嫌 那结果是什么呢 你三百亿 平良心讲 那陈优豪啊 什么这些人啊 高雄很多的这个 过去这些岛账的人很多啊 他们拿的钱 比这个三百多亿还多了 问题是国防部的态度 你现在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们要的是国舰啊 那赖清德院长也说了 是要壮士断碗啊 所以我的这个质疑还是 上个礼拜都说要壮士断碗了 那国防部昨天还提了四个案子 四个案子要怎么俄罗斯轮盘选吗 你主要有一个决定嘛 那行政院的副院长 斯俊吉成立了专案小组 但是这个专案小组 有没有这个造建专家呢 这个专案小组只是金融 这个不是一个呆账的案子而已啊 这是一个连环计啊 搞不好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最大的诈欺贷款集团嘛 透过一个国建国造的签约 跟银行搬钱 然后钱还搬到不同的地方 甚至于什么港澳啊 中国这个地方去 然后现在两手一摊 写信给总统 说我没钱了 第一次总统那个马总统还答应了 第二次还要逼蔡英文总统 这是什么案子啊 这个是中华民国政府 从这个国民党时代 传承下来的一个恶流 这个恶流到现在还在演戏耶 要我是这个赖院长 我会很生气啊 我希望赖院长这两天之内 你行政院的专案的小组 给我们一个初步答案好不好 现在情况这么明确了 还不需要给一个初步答案吗 所以赖星德已经讲了 他说要壮事断丸啊 可是现在国防部怎么搞的 我们看看今天媒体也评论说 他们反映慢吞吞的火烧屁股了 还在那边装无辜 所以让这些朝野立委都相当的不满 在国防部这个态度之外呢 另外也有人讲说 庆富的政商关系恐怕不单纯